大家好,我是多玛行为 今天我们来讲全员OMG最新的178话 虽然全员的剧情很奇葩 但是还是请大家帮我点到3000个赞吧 上集讲到光我施展出今天的卧力 暴虐了巴西老 除了体力消耗有点大之外 基本上可以说是轻松拿下了比赛 更离谱的是 曹高里光我的优势更大 打完比赛连气都不带喘的 巴西老这边被打得鼻子都没了 虽然他平时挺不服光我的 但是双方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自己的败局根本就没有否定的余地 就连场下其他几个超新星也表示 哪怕不算上巴西老有伤在身的因素 光我的实力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想 而光我这边呢 他刚走到过道里就受到了王马的迎接 王马对光我的临场发挥那是相当的满意 一旁的黑狼跟船山都吓傻了 我恰勒这边传说级斗鸡子 死鬼蛇王马吗 难道说光我平时都是在和他练习的吗 光我少爷啊 以前是我们态度不好啊 请让我们给你当牛做马吧 就在我大概起都能猜到啊 很多观众估计都在对光我的实力 还有社会地位飞速成长啊 感到不满的时候 王马这个老逼登啊 居然还在火上浇油啊 他询问了光我的体力状况过后啊 表示 现在啊你下场比赛还有点时间 哎光我我就再教你一招吧 你说什么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给光我开小招啊 我建议啊 你干脆直接把核武器的按钮交给光我吧 和比赛场上热烈的气氛不同啊 全院高层这边已经开始商讨对应虫的策略了 由于之前秘书被调包的事情啊 搞得高层这边是人心惶惶 现在首要的目标啊 是先要保证比赛场地上的安全性啊 这时来吴义族的舅舅表示 现在吴义族和西征派的战争啊 还相当的胶着 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这边没有兵力来支援全院了 他提到现在啊 有一个叫吉尔波特吴的 也就是爱德华的转身体 已经彻底掌控了西征派 一旁的吴乡也表示 即便现在吴义族和宗家联手啊 对抗西征派的斗争也未能取得优势 宗家这边为了提升战力啊 必不得已启用了竞速 强制提升了三名宗家的成员啊 达到了百分之百的解放率 而日本吴这边呢也有哭泣跟联谊达到了百分之百的解放率啊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都想笑了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你们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竞速啊 那每颗星大长老的摸头杀是吧 摸一下就涨几万战力啊 哭泣我就不说了啊 那个联谊本来就只有百分之五十的解放率也能赶压子上架的 眼看啊观众们都绷不住了 舅舅又补充了一条啊 哎呀这个使用竞速的话是有暴毙的风险哦 现在啊已经死了八个人了 嗨呀我说你怕什么嘛 那地步里吴义族不是有五十名精锐吗 那建议都拿出来练一练啊 这时猎堂提到了一个特殊消息啊 在昨天抓到了重组织的干部口中 他临死之前啊爆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据说啊此人是在重组织和西政派幕后的领导者啊 被称作联系者 猎堂老头听完当场就是一惊啊 一向冷静的他居然露出了相当凝重的表情 他内心想到 看来啊灰利昂之前说的事情是真的呀 传说现在已经开始渗透到现实当中了 嗯这句话的意思 莫非是在侧面说明神武龙的真实身份 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人物吗 这时啊观众席上的三下正在向神武龙递名片了 当被三下问起自己的名字 神武龙的主导简单的想了想 如果我直接说真名的话 大概会被夏宴狂喷吧 然后神武龙彬彬有理的说道 我的名字啊 我叫陈小龙 对你没有听错啊 这个英文买里写的直接是Jackie Lee 那人家三下都不知道怎么评价了 只能说你这个名字啊 还真是相当的豪华呢 还好啊舞台上的动静打破了尴尬的局面 裁判宣布第四场淘汰赛准备开始了 登场的双发分别是皇帝亚当达多利 以及龙王卧王龙鬼 龙鬼这边吗 完全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啊 在场下观众的刹那更是说到 尽情吞噬你的对手吧龙鬼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正确的进化呀 看到这里我只想说 那混账 那亚当可不是什么电教师啊 我也不要求多打亚当 请务必折断龙鬼的官用手吧 本话结束